Hello各位我是爆青 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新车 全新一代北京现代的盛达 这两天我们经过了有一定强度的高原的驾驶 3000多米的海拔 接近1000公里的驾驶 其实还有一些想跟大家聊的 首先关于这台车的设计 我相信这种方盒子 但是又有些特立独行的造型 肯定是能够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力的 现在在这种设计感当中 能够把这种复古的元素和一些潮流的元素 融合得非常的好 而且这样的车型其实我们也不是首见的 包括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高性能的纯电动钢炮 现在的埃里克5N 包括他们的概念车Vision72上 其实都是这种带有复古 以及流行元素的一个结合 我觉得韩系车这两年的设计 无论是在哪里复古感还是哪里豪华感上 真的比有些传统的豪华的德系品牌 做的是更加的用心的 全新一代的盛达 其实这次在国内的这个版本 并没有像上一代车型一样 加长轴距 但是它的全球车型的尺寸 相比于上一代车型来讲是有所增加 也就是说它的整体尺寸 相比于上一代全球的盛达来讲是有所增加的 但是放到中国来讲 它的尺寸相比于上一代车型是有所缩水的 但是得益于它的这个方盒子的造型 这是一辆从视觉上看上去非常大的车 而且它将风阻系数做到了0.30以内 比上一代的盛达的风阻系数是优化的特别多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风阻系数这个事真的就是一个玄学 我觉得现在如果用这个方盒子的造型做一辆全尺寸的SUV 那应该是一件更酷的事情 这个外观值得一个更大的车身 然后我们来看设计细节 这台车所有的设计细节其实都和一个字母有关 就是现代的H 无论是从车灯然后下保险杠 包括车内有非常多的细节设计 都是跟这个H字母的一个演化有关的 而且整个和这个方盒子的造型配合 其实设计元素就呈现出了这种横平素质的感觉 外观上要扣分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外路的单边单出的排泄了 中国消费者应该很久没有见过如此直接设计的排气了 我觉得在本土化研发的时候 把它做成一个双边单出的排气 或者做一个排气的装饰孔 或者把这个排气隐藏起来都是OK的 这样的设计可能中国消费者不会太喜欢 外观上在C柱上 其实还有一个这台车原创的设计 在其他车型上我之前也是没有见过的 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类似于攀岩的把手 其实这个设计就是让你如果加装了车顶帐篷 或者车顶行李架的时候 有一个受力点能够更好的去车顶爬上去 拿取东西或者是到车顶上棚里休息 而且这个装置它也是做了很好的防水和排水处理 以及在如果车辆锁车的时候 能够做到非常棒的锁子 我觉得这个发明和路虎卫视的梯子的发明 其实是有点异曲同工的 不知道会不会也引起一个设计上的潮流 全新一代圣达还有一个特点 它提供了一个尺寸打开大小 非常夸张的尾门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拉开之后人可能要退后两步 才能支撑这个尾门的正常的打开 而且整个打开之后 如果在最高点 它的尾门的固定高度 有一个接近两米的高度 我觉得这个尾门的设计 也是和这台车有点亲户外的定义 有所结合的 因为你可以坐在这个后壁箱上 这个尾门的这种挡风遮雨的效果 是非常棒的 钓鱼老肯定会喜欢这个设计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一台六座版的车型 现在我们全程是三位小伙伴来驾驶 后面放了大量的行李 大量的整备物品 整个后备箱也能给到一个这种长途出行 合适的空间 车内其实延续了车外的设计 大量的整体的设计元素 都是这种横平竖直的线条 加上这个H纹样的一些演变 同时在车内我们也挑一些重点来说 手车车车和新款的索要台一样采用了一个怀挡的设计 并且它怀挡是一个独立的部件 差不多位于一个四点钟的方向 并没有影响传统的灯光和雨刷拨杆的设计 老司机上手应该是更轻松的 因为怀挡的缘故 这双通道可以很轻松的布置两个无线充电的面板 两个杯架以及下方的储物 而且现代奇亚的车型 其实一直很注重一件事就是 把事情给你说明白 无论是你拨动雨刷拨杆之后 它会在屏幕上提示里雨刷位于哪个档位 还有包括这里的两个C口的接口 它会提示到你 这个C口现在是位于数据加充电工作状态 还是仅充电工作状态 以及当你的无线充电板启用的时候 也有相应的指示灯会亮起 盛达车类的另一大特点 就是提供了大量的储物空间 以附驾举例 这个地方有一个储物盒 而且这种打开的阻力感也是非常棒的 这里有一个横向的储物槽 手机放在这也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还有下方这个传统的储物格 另外中央通道上的储物箱 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储物箱 基本上这个储物箱的深度 是可以到车内地板的这么一个深度 并且它还类置了一个紫外线的杀菌功能 但是这个地方就又要说到了 我觉得这台车的本土化工作 做的不是那么的好的 比如这个地方里有这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是不是应该考虑 中国消费者现在会比较喜欢的 在这里加上一个冰箱的 我觉得北京现在在做这台盛达的时候 在本土化工作方面已经显得有一些力不从心的 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可能听错了 但是我觉得稍微有点匪夷所思 就是他们说这台车全系标配了这种几皮的车顶 确实非常高级 摸上去非常的舒服 但是我认为20万级的入门级车型 你为什么要把成本花在这些地方呢 给到更多的感应元件 给到360度的环式摄像头 给到更多的座椅 应该是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的 但话又说回来 这台盛达其实完完全全是一台 以美国市场 美国用户的需求为导向的车型 但无论如何 在我们体验的这台顶配车型上 它给到了非常高的座椅配置 首先是2加2加2的座椅布局 第二排是独立的座椅 然后前排座椅给到了座椅通风 整车的座椅都是拉帕增皮 包括侧翼支撑 以及在高速上时速超过130公里的时候 自动加紧的这种功能 其实真的是要到滑滑车上 可能平时才能体验到的 来到第二排 首先你进入车内的时候 要注意这一根重量是比较矮的 我刚才就把头撞了 还挺疼的 然后第二排 首先你可以看到 和刚才说的一样 很多这个H字样的设计的小细节 包括在椅背上 包括在空台的出风口上 这个6座布局的车型 第二排的两张独立座椅 对于这种20到25万级别的SUV 来讲这个座椅的舒适性 我觉得还是OK的 整体的座椅坐垫的长度 我觉得是优于福特的锐借L的 无论是这台圣达 还是福特锐借L 其实我现在都算 驾驶以及乘坐 跑过长途了 我觉得整个第二排的体验 是要更好一些的 全新圣达在车内提供的空间 就像我之前在车外的那个结论 虽然它的整体尺寸 包括轴距 相比于上一代车型缩小了 但是现在梳理这种车内 空间的能力非常的棒 你不会觉得这台车的尺寸 会非常小 它完全能够胜任 你可以把它的第二排空间 看作是一个大五座的车型 也可以用这台车 进行六个人或七个人的短途旅行 继续我们在四川前往 甘南的行程 还能够平均超过3000米 不过我们车上几位小伙伴 都是经验比较丰富的 没有太多的高原反应的症状 这台全新的现代圣达 在国内目前只提供唯一的动力配置 就是20T的涡轮自家发动机 加上8AT的这么一套动力组合 其实和上一代车型是没有太多变化的 也是现代其他在国内比较成熟的一套动力组合 但是这台车其实在全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动力组合 除了这一套也是一个国际化的动力组合 还提供了2.5T加上8速双离合的变速箱 还有1.6T的混动 以及1.6T的插混版本 应该都是在北美提供的 我知道其实现在燃油SUV 纯燃油SUV的整体的市场容量 已经不是太大了 像这个级别的车型 即使是我们把价格放到20到25万元的区间来讲 混动或者插混 依然是市场当中主流选择 比如丰天的汉南达 福特的瑞杰L 包括像领克的领克09EMP 还有一些字幕品牌的车型 大家买这个级别的车型 可能还是会比较看重动力 看重油耗的 我们最近的驾驶已经说到了 是在海拔超过3000米的地区 其实对于车辆的表现是有一些挑战性的 在日常正常的驾驶当中 这台盛达的表现还是无可挑剔的 整个动力还是比较跟脚的 但是我们车列的小伙伴都认为 这台车在高原 当你需要超车的时候 当你需要把加速踏板踏到底的时候 它的变速性反应会稍微慢一些 而且当它出现这种连降两个档的情况的时候 整体的转速会拉得比较高 这个时候本来这台车其实 可以说算得上高分的一个NVH表现 会被发动机高转的一个造音所打扰到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想要这台盛达在国内复制一些比较突出的表现的话 可以考虑尽早给它上混动系统也好 或者是插混系统也好 这才是市场当中的主流选择 而同时必须要表扬的是这台盛达在辅助驾驶方面的一个表现 其实从2021年我接触起压K5开始 我就不断的在表现现代起压在辅助驾驶方面的一个 给到使用者的一个丝滑的使用感 以及它的一个放心的使用的程度 其实你不需要太多的高阶的功能 即使像我们现在这样行驶在国道上 也可以激活这台车的车道保持 以及ACC这样的功能就是非常好用的 你可以非常放心的来使用这样的功能 而且现代起压的这套系统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以即使不激活跟车功能 它的车道保持是随时可以使用的 包括在城市当中 这个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至少在盒子品牌在提供LCC 然后打灯变道的这么一个级别的辅助驾驶水准来讲 现代起压提供的这套系统 它的丝滑的使用体验是在第一梯队 我们退一万步说 无论是那些号称点到点都可以交给车辆来自动驾驶 无论是多么遥遥领先 只要有路就能开的辅助驾驶 在这样的国道下 你需要不断的去处理地板油超越卡车的情况下 你能交给辅助驾驶吗?当然不能 所以我们对于辅助驾驶基本上我持的一个态度还是这个功能是否愿意高频次的安全的使用来达到它的真正的目的 所以关于这台胜达我个人的结论首先第一点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它的设计 我认为是现在的这种千变于对的设计或者是见走偏锋的设计当中它找到一种平衡点 是这种复古与流行的一个平衡点绝对会是一个能够被人们记住的设计 但同时呢这台车无论是从设计还是从配置还是从空间 它展现出的都是更倾向于北美导向满足北美用户需求的一款车 所以毕竟现在在做这台车的国产化的优化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更上心一些 最后一点就是我期待这台车如果在国内未来上混动或者插换版本的车型的一个表现 我是华青感谢你关注自己的做修养 我们下期待的